耶利米书第21章 耶和华有话临到耶利米 那时西底嘉王差遣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护尔和马西亚的儿子西藩亚祭司去见耶利米 说 请你替我们求问耶和华 因为巴比龙王尼布贾尼萨来攻击我们 也许耶和华会为我们行歧视 使尼布贾尼萨离开我们回去 耶利米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对西底嘉这样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看哪 我必使你们手中的武器 就是你们用来与城外围困你们的巴比龙王和迦勒底人作战的武器 转回堆积在这城的中心 我必在怒气、烈怒和愤怒中 用伸出来的手和强有力的绑壁亲自攻击你们 我要几打住在这城的人和牲畜 他们都要因极大的瘟疫而死 然后我必把犹大王西底嘉和他的臣民 就是在这城里经过瘟疫、刀剑之灾和饥荒而幸存的人 都交在巴比龙王尼布贾尼撒和他们的仇敌 以及寻锁他们性命的人的手中 尼布贾尼撒要用刀剑击杀他们 绝不顾习、不留情、不怜悯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又吩咐耶利米 你要对这人民说 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把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 凡留在这城里的 必因刀剑、饥荒、瘟疫而死 但出去向围困你们的迦勒底人投降的 必可以活着 捡回自己的性命 因为我已经决意向这城降祸不降福 这城必交在巴比龙王的手中 他必放火把城烧毁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要对犹大王室说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大魏家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每早晨因秉公审判 解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者的手 免得我的烈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 如火焚烧 无人能熄灭 看哪 在山谷上 在岩石平原上的耶路撒冷啊 我要攻击你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说 谁能下来攻击我们 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 我必照着你们所做的事应得的结果 惩罚你们 我要在耶路撒冷的树林中放火 吞灭他四围的一切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须要aks华的宣告